郑州之乱,带来了连锁反应,禁军被迫三线作战,好在当时禁军战将如云,禁王勇猛无比,先后在南北两线取得胜利,打跑了契南,下退了梁军,郑州已然孤立无援,接下来该好好收拾郑州了,但没想到禁军却在此处连连挫败,大家好,今天咱们继续舞的演绎,我是杨丽辉 围攻郑州的主将最开始是大将阎宝,当时禁军南北两线作战,无暇顾及郑州,阎宝围绕郑州,修住了一圈围栏,准备困死郑州,郑州城中粮绝,夜里派遣五百人,出来觅食,阎宝探听到消息后,想姑且让他们先出来,然后设服兵围捕,没想到这五百人竟然加速直接奔围栏而来,阎宝见就五百人,拿撩到后面还跟着苏千人,手里拿着打刀,很快看破围栏,前来禁军大营放火,阎宝气营撤退, 回到赵州,营中军粮甚多,通通归到郑州,郑州兵前来运粮,数日不绝,阎宝在赵州越想越气,竟然忧愤而死,近往听到消息,立马改任李世昭为主将,李世昭飞迟到郑州,正好碰到郑州首将张树锦,派遣军士迁运人,出城接梁,李世昭率军掩杀,几乎杀尽,仅仅有数人躲在废墟之中,李世昭搬弓搭建,屡发礼众,没注意到车枪之上,竟然有案件射来,正中李世昭脑袋 李世昭忍痛拔建,然后回射城上,一箭射杀案件之人,回到营中,血流固止,没想到李世昭竟然失血过多而死,李世昭死前推举任还为主将,消息传到魏州,近往很是悲伤,好几日查饭不思,另调李存进前去协助攻打郑州,李存进还没到郑州,在中途杂音时,郑州兵前来偷袭,李存进方忙应对,虽然杀了不少郑州兵,但自己也暂时郑州,虽然进军不断受挫,但郑州还是被进军实施为了, 郑州逐渐历劫,张助锦束手无策,只好前使来到魏州弃乡,死者还没到魏州,晋王已派遣李存省前来,李存省挥兵猛攻,双方相持一日,到了晚间,城中有人醉成传信,说愿为内应,从城墙上放下绳索,让进军入城,于是进军趁夜爬上入城,报了黎明,全军都登上了城墙,捉住了张门里家人急于朗,准备送往魏州,但此时福西等人请求交给他们处理,为汪荣报仇,李存省, 骤报靖王,靖王准其所授,福西将这几个人剁成肉酱,和重军士分吃了,又把张门里的尸骨挖出,碾碎,丢弃在截岛之上,然后在原来的王公汇墟中,找到了王荣遗骸,以礼安葬,其实王荣也不是杀好鸟,没必要收这个待遇,赵国人请求靖王亲自任征德军截斗使,靖王把福西封为天平军截斗使, 加封李存省为侍中,魏州刺史李存儒,原本是个唱戏的,靖王李存旭十分喜爱,就封他为魏州刺史,这个家伙当老官不干好事,专门盘剥百姓,州内民怨很深,梁将断宁带兵偷袭魏州,抓住了李存儒,占领了魏州。 李世昭死后,妻子李奇仇,继任折禄留后,因性格软弱,被其立李奇涛幽禁,李奇涛自称是折禄留后,此时靖王正忙到战事无瑕过问,全且任李奇涛为留后,李奇涛虽然得了位置,但心中始终不安,被自己幕僚以鼓动,竟然背叛了靖国,投靠了梁国,折禄由一员大将叫裴约,守在折州,不肯跟着李奇涛投靠梁国,于是聚成固守,梁国派遣偏将董张前往攻打,董张久功不克, 李奇涛发把募兵,前往协处董张,锁目军事里面有一个年轻人名叫郭威,因为杀人入狱,后来李奇涛发现这个人荣西可家,就放了郭威,收为清兵,现在还不是说郭威的时机,咱们后文再说,裴约向靖王求援,但靖王此时正在忙着一个大事,无心顾及泽州,那靖王呢忙什么呢,原来靖王此时正忙着登基称帝,咱们之前说过,靖国群臣反复劝禁,只是因为当成叶鼠兰,加上郑州之乱, 才拖延至今,之前人们讲到,张成业回到靖阳后,一病不起,卧床一年多,最终还是去世了,靖王李纯旭虽然悲痛,但内心还有三分窃喜,左右之人一看靖王神态,立马明白其中缘由,又上表劝劲,然后制造各种祥瑞,这次无人劝阻,靖王下定决心登基生地,于是命人准备登基事宜,准备四月在魏州登基, 公元923年,唐天佑20年4月上旬,李纯旭在魏州,祭拜天地,登基为帝,自称是继承唐朝一波,所以国号也是唐,始成后唐,改元同光,大赦天下,改魏州为东京新唐府,靖阳为西都,镇州为北都,向上追尊三代,设立宗庙,除供供自己真主,主父父亲外,另外还供供了唐高祖,唐太宗,唐义宗,唐昭宗 合成奇妙,以显示自己的正统性,受斗卢阁为门下侍郎,卢成为宗书侍郎,郭崇涛,张居汉并为苏密使,弘道从汉林学士,威夏李春省,李世元等一般功臣,按需禁卫,不再细表,尊僧母曹氏为皇太后,嫡母刘氏为皇太妃,按道理,刘氏是李克用正旗,应该为皇太后,但刘氏毫不介意,向太后曹氏称谢,曹氏也是带有窥色, 但刘氏依然礼貌有加,二人相属融洽,禁王李春旭登基后,首先想到的还是灭掉梁国,正在思量如何灭梁时,此时梁国运州首将卢孙密,秘密来到魏州,线上攻取运州之策,那李春旭能否顺利拿下运州呢? 咱们下一讲继续分解,都看到这了,创作真心不容易,请大家点赞评论加转发,你动动收指就是对我的极大鼓励,我就有更多的动力去推动故事的发展,谢谢大家,我是杨立慧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